國旅商機大爆發 台灣的皮卡車 因為可以載很多的露營設備 現在的銷售不斷成長 經典古銅色車身 立體倒體型水箱護照 車側輪共 展現霸氣肌肉線條 運動感十足 甩雕奔重遲緩印象 內裝導入高科技的 9寸智慧螢幕 動力也在升級 最大馬力來到204匹 最大扭力則優51公斤 一般這種皮卡車 大家關心的還有它的拖曳能力 像是這台車可以拖曳3500公斤 而它的載重能力有720公斤 相當於是一般SUV的兩倍之多 台灣皮卡車市場 2019年銷量突破2700台大關 準備搭上這波國旅需求 衝刺買氣 車商紛紛卡位搶傷機 預估整年會超過4200台以上 所以如果相對去年來講的話 會有將近40%的一個成長 那我們這台車的目標 大概是這整個集聚裡面 希望能夠佔有大概50%這樣子的 一個試占率 沙灘駕駛遇到水坑 輕鬆過關 脫衣比車體大的帆船 也難不倒 福特Ranger 攪出年銷量1592台 稱霸市場 而福斯Amaroc 不只能夠輕鬆上山下海 載重能力1000公斤 更是同級車之最 三台皮卡比一比 性能上 Amaroc載重最強 而福特Ranger入手門檻最低 Toyota動力則是熔登 統計車款No.1 其實最主要皮卡車 它都是屬於這種特殊的功能需求 所以一般買家當然第一 它會先注重它的妥善率 以及它的耐用度 那最後就會考慮它的舒適性 以及它的安全性 像現在很多包含主動式的安全配備 疫後國旅商機大爆發 各大車商搶攻皮卡車市場 火力全開 東森肯定新聞 我們配合楊昭台北採訪報導